何塞飞1963年出生于浙江戴山国家一级演员乐剧表演艺术家 她曾凭借端庄大气的外貌一直是乐剧团里的女角 不过后来开始转战影视圈 也因此为更多观众所认识 何塞飞因为多年乐剧生涯磨练了演技 在踏进影视圈后发展得也非常好 出演的优秀作品更是不少 如《红楼梦》、《大宅门》、《纸醉金鸣》等都非常受观众喜爱 她也因为在剧中的精彩表演而获奖无助 何塞飞虽然54岁精神状态非常好 气质和气色都很不错 保养得很好、积极乐观、家庭幸福 何老公结婚即将30年 感情仍然如初恋 何塞飞和丈夫的相识很早 在此艺术团学习的时候认识 两人都是彼此的初恋 1988年结婚 丈夫杨兰不是娱乐圈人 两人结婚的时候 何塞飞正处于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威拉以后更好的生活 两人一直在努力打拼 结婚10年后才有了孩子 1998年 何塞飞的儿子何孝锋出生 如今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 儿子对母亲性 很少有她儿子的消息 可能是不想儿子被打扰 丈夫杨兰是个脾气好 很不佳的男人 是何塞飞的精神之助 她一直支持何塞飞拍戏 演员莉拉拍戏 巨少离多是常有的事 何塞飞能够安心拍戏 那是因为家里有洋男在照顾着儿子和一家大小的事 何塞飞是很传统的女人 在外拍戏那么多年 对她好的人有很多 但何塞飞始终对家庭 对丈夫很负责 从来没有什么负面的新闻